习大军基本上按照地域划分的 陕西的福建的浙江派 那他就没有中共组织定向培养的这种精英特质 属于鸡犬升天那一类 是吧 属于这个家禽家畜这个水平的 你说的智商能高吗 随便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习近平20年之前在浙江主任期间那个班底 蔡奇 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陈明尔 省委宣传部长 黄坤明 杭州市委书记 李强 省委秘书长 准确的说20年前 习近平就跟这一帮人在杭州西湖区省府里开会 20年后同样一拨人 在北京西城区的府右节开会 都是自己有嘛 自己开心就好了 加上福建帮 这拨人本来就是后宫争宠的趋势 一群家丁在管理国家一定出事儿 德不配位且不论 没本事嘛 因此呢 如同像袁家军 王勇 还有马兴瑞 这批航天军工系的官僚就被重用起来了 补充一下习家军执政智商的不足 这批航天军工系的官僚就被重用起来 这批航天军工系的官僚就被重用起来 这批航天军工系的官僚就被重用起来